一片轻薄的双纱却能够高效吸附雾霾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研人员研制出一种柔性质能材料 能在50秒内将空气中的PM2.5的浓度 从严重污染的程度降至空气优良状态 记者来到中科大化学系实验室近距离观察这种神奇的材料 在实验室里,一个由玻璃器皿连接成的实验装置中 两片薄纱材料被置于其中 科研人员向装置中通入烟雾 很快装置类PM2.5数值超过5000微克每立方米 在给装置粘通电源后,薄纱很快发挥作用 不到两分钟,PM2.5数值就降到35微克每立方米以下 达到空气优良状态 有两大突破 第一个就是它使传统上的小尺寸的窗口 制备成了我们这个最大可以7.5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大窗口 第二的话,它兼具了第一能够控制室内光墙的这样一个作用 第二就是能够控制室内的这个除雾霾的这样一个作用 就是说是一个多功能的这样一个智能窗口 据刘建伟介绍 他们利用静染自组装的方法 以传统的商业尼龙网砂为基底 20分钟内,机车制备约7.5平方米的银纳米线 尼龙智能窗口 花费仅约100元人民币 它除雾霾的原理呢 这话我们就是利用了我们这个最简单的一个物理现象 就电荷跟电荷之间的有相互的作用力 那么呢,空气道中雾霾呢 我们通过简单的这个方式 先让这个空气道雾霾呢带上电荷 那么我们这个网砂的话 它其实刚才介绍的话 它是一种导电网砂 那么我们给它加一个10伏特左右的这个电压之后 那么空气当中的雾霾的话 就会急剧的向我的网砂去聚集 那么这个过程起到了这个除雾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据了解 目前这种高效的雾霾收集器的空气净化效率 最高可以达到99.65% 此外,该智能窗口在收集雾霾之后 浸泡在已纯中20分钟 就可清洗干净并再次使用 我们经过那个上百次的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清洗过程的非常的有效 每一次都能够使这个网砂恢复到 99%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高效的处理效果